台語文總統最後一次國慶演說 強調和平是兩岸唯一選項 以色列下令全面封鎖加薩 並且宣稱找到 1500具哈馬斯戰士的遺體 秘魯破獲以台灣人為首的詐騙集團 救出了幾十個馬來西亞人 新聞全球畫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今天是雙十國慶 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當中 向對岸喊話 他強調和平是兩岸的唯一選項 願意以維持現狀作為核心 跟北京當局發展雙方都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蔡英文日內最後一次發表國慶文告 主題是定為自信前穩國家前進 讓世界因台灣而更好 而第一部分不前進就倒退 不奮進就被決定命運 蔡總統開頭就先提前建國造 歷經三十年終於做到了 面對區域情勢蔡總統強調從二零六年以來 始終信守承諾維持現狀 重申堅守四個堅持也強調兩岸分析必須要透過和平方式解決 我要再一次強調和平是兩岸唯一的選項 以維持現狀作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確保和平的關鍵制要 我們願意以台灣的民意共識為基礎 以對等尊嚴為前提 以民主對話為程序 以維持現狀為核心 與北京當局發展雙方可接受的互動基礎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在最後一年的文告當中 蔡總統也細數七年來的政績 包括婚姻平權 年金改革以及基本工資調整等 感謝台灣人民給他兩次機會 擔任中華民國的總統 蔡英文也喊話 希望在選舉的競爭過後 朝野政黨可以放下激情 內部尋求更大的共識 對外則是團結一致 這是對國家的共同責任 也用對台灣的祝福 劃下句點 台灣加油 中華民國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記者 韓英彭奧組整理報導 在野陣營的三位總統參選人 今天也都各自參加了國慶相關活動 而媒體最關心的仍然是藍白河的問題 尤其是在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PO出跟柯文哲的合照 表示自己要扮演統估角色之後 許多在野人士覺得大受鼓舞 雙方陣營也已經開始接觸 雙十國慶高唱國歌 前總統馬英九上午出席國民黨部升旗典禮 與總統參選人胡友宜 黨主席朱立倫等人同台 隨後胡友宜也以新北市民身份 趕場新北參與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與馬英九朱立倫大條件坑操 但2024大選在野如何整合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九日在臉書貼出與柯文哲的合照 扮演藍白河湯空 朱立倫還要邀請韓國瑜當副主席 拼選戰 前一段時間就有邀請韓國瑜市長 來擔任本黨的副主席 希望一起來協助我們2024的大選 今天我也會跟韓市長見面 我們也會來討論一些服選的事務 韓國瑜出手力促藍白河 侯陣營抛出二對二溝通方案 要儘快與民眾黨展開先前準備的磋商 柯文哲也接招 金埔中企業秘事長以及黃建廷秘事長 來做先前準備的磋商 我們也提出了三個層面 六個方向 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除了比民調還要辦三場針對國政 國家方向的公開辯論 希望全程公開透明 而獨立連署參選的國台民 上午攜手副手搭檔賴佩霞 參加北市府升旗典禮 下午到各個連署站快閃 衝人氣 不怕被邊緣化 郭台銘也向支持者喊話 要先達到一百萬份連手書的目標 有龐大民意就更有籌碼去談 再也整合 至於副總統賴清德 上午則越蔡總統在府內 接受各國聖賀團代表們及駐臺 世界之賀 記者綜合報導 目前全世界共同關注的焦點 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戰爭 現在衝突已經進入了第三天 死亡人數超過一千六百人 以色列政府為了報復哈馬斯的突襲行動 下令對加薩地區實施全面封鎖 切斷了當地的電力 糧食 還有燃料來源 而在猛烈空襲之下 哈馬斯至少有兩個領導人被炸死 以色列更是宣稱在以國境內發現了一千五百具 哈馬斯戰士的遺體 不過麻煩的是 哈馬斯手上握有一百多名被俘虜的人質 包括了以色列軍官 還有來自各國的遊客 雖然軍事實力遠遠比不上以色列 但是哈馬斯放出了狠話 只要以色列轟炸加薩一次 就要公開殺掉一名人質 眼看在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呼籲聯合國趕快介入 哈馬斯則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 才能夠進行談判 以色列總理納塔亞胡痛批哈馬斯的行徑 簡直就是伊斯蘭國 宣誓以色列將要使用空前武力 讓恐怖分子付出代價 而報復行動現在才剛剛開始 爆炸火光照亮夜空 10號5月過後 以色列持續對加薩走廊發動空襲 以發衝突進入第三天 以色列政府決定對哈馬斯大本營 擁有230萬人口的加薩走廊進行全面封鎖 切斷一切電力 糧食 燃料跟醫療物資供應 總理納塔亞胡在安全會議上痛批 哈馬斯的行徑就是野蠻的伊斯蘭國 更揚言對哈馬斯的報復行動 才剛剛開始 尼斯雷的軍方證實 哈馬斯的領導人辛瓦跟尤尼斯都已身亡 納蘭亞胡呼籲反對黨團結起來 支持政府打擊哈馬斯恐怖主義 以色列接下來的軍事行動 會讓巴勒斯坦未來好幾個世代都感到震撼 但哈馬斯的指揮官反槍 加薩已做好準備 能撐上好幾個月 這場以巴數十年來最血腥的衝突 不僅雙方人民死傷慘重 也波及大批多國民眾 包括美國 加拿大 俄國 泰國 愛爾蘭的國民 都在攻擊中喪命 另外哈馬斯還綁架了上百名人質 更威脅以色列如果持續空襲加上的民眾 將殺害人質作為報復 卡達與埃及與居中展開斡旋 土耳其也有調停意願 美國核子動力航母福特號戰鬥群 已往地中海航行 但美方強調不會派兵協助以色列 包括奧地利跟德國以暫停對巴勒斯坦的援助計劃 但歐盟並沒有暫停援助的打算 巴勒斯坦四日政府主席阿巴斯 就要呼籲聯合國緊急介入 阻止衝突 持續惡化 公主新聞 請編譯 哈馬斯在週末突襲以色列造成重大破壞 無預警的大動作震驚全球 各國都在問他們怎麼做到了 而有專家分析關鍵在於哈馬斯的七敵戰術 而且部署長達兩年 哈馬斯假裝發展經濟無意開戰 卻在暗中訓練了上千名武裝分子 另外背後也可能有伊朗勢力在暗住 無論如何 這一起事件 都是以色列情報部門的歷史性挫敗 哈馬斯武裝戰士接受滑翔散訓練 熟練的降落互相掩護推進 另外一處訓練基地 戰士們射擊精準 快速分跑攻擊模擬的以色列 囤墾區建築 拆除以色列國旗丟到地上 哈馬斯的武裝分支團體日前公布訓練影片 顯示這支為數上千人的敵後突襲部隊 戰力堅強 七號對以色列的陸海空攻擊 是有規劃且志在必得的行動 消息人士指出 哈馬斯使出七敵戰術 過去兩年假裝厭倦衝突 接受以色列對加薩勞工的經濟誘因 暗中卻推進軍事計畫 有時甚至公然進行演習訓練 以色列情報機構卻沒有及時發現 堪稱是歷史性的失敗 原因跟死對頭伊朗也有關係 有於伊朗長期支持巴勒斯坦與哈馬斯 包括以色列官員跟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都指伊朗的勢力在背後支持 協助了這次的攻擊行動 一旦證實將使得區域情勢急劇升高 美國則表示目前還沒看到證據 伊朗也已經發出聲明否認 至於哈馬斯選擇這個時機下手 一方面是趁亂 因為以色列內部正陷入司法改革的分裂動盪 另外也有地緣政治考量 哈馬斯的手段從過去小規模自殺炸彈 變成跨境 親門踏戶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衝突性質發生徹底變化 還劫持外國人質 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典型案例 以色列也不會再以過去的態度手段因應 勢必升旗 徹底剷除加薩的哈馬斯 公日新聞是會中編音 戰爭爆發當時臺灣有幾個旅行團 正在以色列 雄師旅行社的團客昨天先返國 另外還有巨匠跟永信總共七十四人 正在陸續離開當地 準備要從約旦轉機回臺灣 現在大家都平安 至於還留在以色列的臺灣人表示 當地政府通知居民要準備三天的物資 預防衝突進一步擴大 無形的炮火轟炸以色列 當地住宅大樓和建築物就這樣被摧毀 死傷更是慘重 就在攻擊行動爆發後 多間國際航空公司直接宣布取消飛往以色列的航班 導致機場的狀況陷入混亂 目前正在當地旅遊的臺灣作家波阿斯更透露 當地的政府已經發出通知要居民準備三天的物資 就怕衝突更進一步的發生 這幾天那個機場的狀況比較軟 因為很多旅客都要回去了 像我們亞洲國泰的飛機就一直在改搬 這兩天其實會比較緊張一點 因為政府叫人民要準備三天的食物跟水跟手電筒 因為現在比較擔心北邊 根據觀光署的了解 目前包括巨匠旅遊兩團以及永信旅行社一團 共三團74人將離開以色列到約旦 旅客一切平安 因原地的班機調整 旅行社正安排自約旦返台航班 而針對這起衝突事件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尤馬雅就表示 目前傷亡人數持續攀升 至少三百名以色列人喪命 大多數是平民 另外超過一千八百人受傷 一百人被綁架到加薩 包括年輕人和富裕 情況令人恐懼 尤馬雅表示 有部分的國際航空暫停飛以色列的班機 但以色列航空反而在全球 加開班次 運送以色列人回去攻附國難 目前在台灣的以色列社群 約幾百人 有些後備軍人 已經請駐台代表處協助返國 有些則自己訂機票回國 在全球關注尾巴戰爭的當下 烏克蘭情勢好像暫時被媒體冷落 但是一些跨國慈善團體 並沒有遺忘在烏克蘭當地 飽受戰火蹂躏的心靈 今天十月十號 正好是世界心理健康日 我們要帶您跟著無國界醫生的腳步 看看他們如何對充滿恐懼 和傷痛的人們 進行心理急救 八歲的瓦尼亞現在可以自在微笑 露出這樣的笑容不容易 因為瓦尼亞內心 仍難以忘記跟著家人 從槍林當里有盾內刺客 逃到中部地區避難的經歷 跟瓦尼亞有類似處境的孩童並不少 二軍入侵烏克蘭後 讓這些懵懂無知的孩童 一夕之間被迫面臨恐懼 他們內心遭受極大創傷 卻不知道該怎麼說出來 在當地援助的無國界醫生組織 試著透過遊戲 誘導孩子 無國界醫生讓小孩從玩樂中表現心情 並引導家長陪伴孩子 鼓勵他們表達感受 漸漸地這群孩童慢慢重拾笑容 心理援助是烏克蘭正在面臨的新難題 戰爭爆發後 烏克蘭人經歷不同程度的傷痛 孤立 這些創傷難以用肉眼辨識 卻帶來長久不斷的影響 無國界醫生組織從戰爭爆發後 就發現民眾急需心理支持 他們設立行動診所 提供心理急救和照護服務 像是在曾遭炮火猛烈襲擊的 札波羅勒 不少民眾也跟逃難的孩童一樣 幾個月來難以露眠 我今天天氣很嚴重 我今天天氣不睡覺 我沒有睡覺 我在廁所上 睡著睡著 震驚 恐慌發作 食慾 睡眠模式改變 以及退出日常活動等 都是戰火帶來的後遺症 而在戰爭中失去至親的人 則會不斷回想親人 慘遭殺害的片段 二軍佔領期間 柯斯蒂紐克失去了丈夫 自己也遭到槍擊 他把自己關進內心的牢籠 沒辦法接受先生離開的事實 事實上不只婦女孩童煎熬 男性同樣遭遇戰爭帶來的暴力 敵意 血腥 與對死亡的懼怕 但男性要開口對人說出 自己有多害怕 不是容易的事 這些難以承受的傷痛 後來在無國界醫生的心理照護下 慢慢釋放 他們要不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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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們在外面有誰 要不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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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不斷回家 今年至今無國界醫生 在烏克蘭七個不同地區 提供超過八千次的心理健康諮商 但復原之路仍很漫長 因為需要援助的人數 隨著戰爭時間拉長仍持續增加 投入更多心理援助資源 給予民眾心理支持 是烏克蘭未來得面臨的關鍵挑戰 公視新聞 蒜林編譯 許多美國民眾對於明年總統大選 又是同樣的兩位候選人感到厭倦 不過現在可能多了一個選擇 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的侄子 小蘿蔔甘乃迪 星期一宣布退出民主黨初選 要改用獨立身份參選 民調顯示拜登還有川普兩邊的選票 可能都會被他拉走一些 如果在選情緊繃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成為重大變數 新年69歲的小蘿蔔甘乃迪 9號在費城宣布 將以獨立人士身份參選2024 揚言將改變歷史 小蘿蔔甘乃迪是美國前議員 蘿蔔甘乃迪的兒子 也是已故前總統約翰甘乃迪的侄子 他的父親原本繼承兄長一波 在1968年贏得民主黨黨內初選 沒想到剛獲得提名第二天就與此身亡 更遭到暗殺的約翰甘乃迪 悲劇命運如出一撤 小蘿蔔甘乃迪有意完成父親遺願 但是因為拜登還想繼續連任 他在民主黨初選的勝算不大 考慮之後決定改以獨立之資參選總統 环保律師出身的小蘿蔔甘乃迪是位反疫苗倡議者 他雖來自民主黨 但有部分主張與右派保守理念不謀而合 受到更多共和黨人的歡迎 根據最新民調 在每七名美國選民中 可能會有一人支持他 拜登和川普兩邊的選票 都會被他吸走一些 另外還有不少對兩黨都不板的選民 向他靠攏 小蘿蔔甘乃迪宣稱 將打破兩黨政治的傳統 把走向極端而分裂的國家團結起來 如果在大選時 兩黨的得票差距績小 他的獨立參選 就可能為川敗對決投下變數 公視新聞則會名別譯 今天新聞猜猜看的題目是什麼呢 馬上請劈帥來告訴大家 好的 今天我就從美國總統的主題 來出個題目 請問各位觀眾朋友 美國歷史上 就認識最年輕的總統是誰 1.甘乃迪 2.郭巴馬 3.老羅斯福 想想看 答案是哪一個呢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答案 現在先要為您報導 美國先前猛烈升息 導致房貸利率節節高升 全美房地產交易量 也因此明顯下降 許多人就開始擔心 美國房市會不會崩盤 引爆新一波金融危機 對於這一點 其實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以下就是公視國際記者張翰 在美國南加州的第一手觀察 從熱播六季的日落豪宅 Selling Sunset 到邁入第二季的 橘郡豪宅 Selling the OC 這些南加州豪宅交易 真人實境節目 讓外界一窺 美國奢華地產交易內幕 具有是實境秀里的明星 更是貨真價實的 加州豪宅經紀人 G2母親Lisa也在實境節目露面 40多年地產交易資歷 讓他清楚感受市場脈動 為了對抗通膨 聯準會不斷調高基準利率 最近美國房貸利率 寫下本世紀以來新高 在高利率的壓力之下 美國房地產的交易量 連續兩年是出現疲軟 若是高利率持續下去 美國房市究竟敖保得住 房價會不會出現崩跌 值得深入探究 美國各個區域 房地產市場不盡相同 但以全美最大房產市場 加州來說 研究人員對未來房市 相對樂觀 其實不只加州地產協會 包括全美地產協會 銀行投行 與聯邦放貸機構 紛紛預測未來一年左右 全美平均房價還可能上漲 房市應不至崩跌 美國房地產高度金融化 房市若是不崩 有助解低金融危機 發生的機會 不過高利率加上高房價 買房租房都會更為吃力 不但年輕人與弱勢族群 首當其衝 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 也將更為擴大 公共電視國際記者 張漢馮偉倫 美國南加州採訪報導 中國十一黃金州的八天假期 境內各個知名景點 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國內旅遊高達八點二六億人次 旅遊收入超過了 七千五百多億人民幣 已經完全恢復疫情之前的水準 但是相對的出國旅遊人潮 並不如預期 過去的暴買消費行為 也不復健 無論是到新疆沙漠 其駱駝 還是到山上享受滑雪的樂趣 中國今年的十一黃金州 從中秋節開始連放八天 為國內旅遊創造新一波高潮 多處景點人滿為患 根據文旅部公布的數據 今年境內旅遊人數高達8.26億人次 比2019年增加4.1% 旅遊收入為7534.3億元人民幣 也比2019年成長1.5% 全國主要商圈的消費次數 同比增長到142% 那麼通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出 那麼全國各地的旅遊消費市場的恢復是非常強勁的 這些數據顯示中國國內旅遊已經從疫情陰霾中全面復甦 其中河南表現亮眼 出遊人數比2019年同期多了2成5 旅遊收入則比2019年增加17% 但是相對的 出國旅遊還沒有完全恢復疫情前的盛況 根據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的記錄 11架其出入境約為1180萬人次 每天平均將近148萬人次 大約是2019年的8成5左右 低於官方媒體先前估計的158萬 另外也有媒體觀察到 中國大媽在海外爆買的消費習慣也不見了 分析認為 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 消費轉去保守的緣故 公視新聞的文明編譯 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星期一 突然被一輛汽車高速衝撞 嚇得附近民眾四散奔逃 而這個嫌犯在犯案之後 不斷地高喊中共在哪裡 警方貨爆到場 開槍制服了他 送醫之後不治身亡 這一名嫌犯的身份和動機 都還有待釐清 中國領事館嚴厲譴責 這一起暴力事件 並且向美國方面提出了嚴正交涉 要求快速查明真相 好 另外要告訴您 秘魯的警方破獲了詐騙集團 逮捕六個臺灣人 救出了被關在屋子裡面的 四十三名馬來西亞人 還有一名臺灣人 他們表示被犯罪集團強迫打電話 到處勒索詐騙 還來不及穿上衣服 露出背上大面積的彩色刺青 這群來自臺灣的詐騙集團成員 全被秘魯警方破門 逮個正著 為在首都立馬的豪宅中 除了詐騙集團的成員之外 還有四十三名馬來西亞人 和一名臺灣人 他們被迫待在這處空間裡 打詐騙電話勒索 總算獲得自由 受害者忍不住都鬆了一口氣 詐騙集團上個月透過社群網站 楊誠有立馬賭場優渥的工作機會 吸引他們前來 再拿走個人護照 拘禁他們從事詐騙 他們只能夠在夜晚工作 每天也只能夠吃一餐 所信有兩名女子逃出報警 才讓詐騙集團露出馬走 警方搜出一萬多美元 數十隻手機還有金融卡 秘魯法官下令對六名臺灣人 和兩名秘魯人 羈押七天 受害者則將會被遣返 而在秘魯 還有數百位馬來西亞人 被類似優渥的工作機會吸引 最後才發現是一場騙局 記者 節目最後 趕快請P帥來揭曉 新聞猜猜看的答案吧 謝謝P帥的說明 也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好 drain 1 2 2 3 2 2 2 3